會不會很臭啊 已經開始有味道了耶 真的假的 沒有 整個都是滿的 喔 它很重耶 對 都是 你要控制好喔 甩出來 照到你的臉就好笑了 從沒有到有 非常辛苦 今天就要麻煩老闆 要教我們怎樣抽水杯 好 脫水杯這東西啊 你入行大概多久 欸 差不多四五年有了 這四五年的日子應該很辛苦吧 從沒有到有 非常辛苦 你看看老闆他現在戴個金箱链 就大概知道說老闆的身份 不簡單 不簡單 非常辛苦 那老闆 待會要請就是 我們抽水肥的 第一個步驟是什麼 抽水肥你就看嘛 一般 像這種老房子 水肥洞 基本上就是前面的車庫 或者是最後面的廚房而已 就這兩種地方 車庫也會有水肥洞 有 第一個步驟是先進去看 看它的水肥洞在哪邊 像這個就是我們水肥的清潔孔 它是四英寸的 然後像那邊 那個就是一般的排水桶 它大概會抽多少出來 基本上一般住家 就大概 十人份 就大概裝 兩三噸 兩三噸那很多耶 像是現在公寓 那麼是樓上的也是這個出來吧 對 樓上也是從這邊出來 我以前都以為說 我們住大樓啦 可能是污水會自己 進入什麼排水道去處理之類的 現在台中像七起那邊 政府的做那個公共管線 現在有些就基本上 不用經過浩克 可以直接進入政府的公共管道裡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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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大小是一般住家的 追不去看的大小 對 沒錯 會更大嗎 有 有更大 對 有更大 像如果有一些大樓 他們有可能是人孔蓋 喔 會掉下去的 對對對 想到這個 我在部隊就有發生過 大的一個石 石頭的一種水溝蓋 其實有發生過很多人掉下去 我親眼看就看到兩個 那就請老闆帶我們來抽水肥 轉開會不會很臭啊 也是會有味道啊 什麼一開始有味道咧 真的假的 你是不是心裡多用 那老闆就抽一次大概多少錢 抽一次基本上都是兩千塊錢 兩千塊錢 我以為抽一次會更貴耶 主要是看他們的容量 像一般住家的容量都差不多這樣而已 我們以前在部隊的時候 那個容量是要抽四五車的 對 那個都很大錢 敲的 對 用另外一把敲 哦 哦 哦 你要不要過來看一下 看看裡面很 哦 沒有 整個都是滿的 但是其實沒有我想像中的 會有很濃的味道耶 挖它裡面一樣 不用不用不用 抽下去就有味道 要要攪它 要把它翻起來 我們的拉管線的步驟 對 這邊先進去 這邊 對 拉進去 對 拉進去 不對啊 應該要換你了吧 呵呵呵 啊 都是我喔 那不然拉進去之後我來抽 好 OK OK 借的地方要把它插緊 稍微轉一下 是我沒吃飯嗎 這樣 很擠 哎呀 這樣子底著 這條就是接車子的 對 轉緊來喔 好 耶 這樣是有緊嗎 我檢查一下 好 OK OK 這裡你的吸管來了 吸管 喝珍珠奶茶囉 這個啊 就是要下去的 是不是 轉緊 拿這個來吸粉吃 哈哈 一定 很 一定很有效 這樣我有沒有轉緊 我不知道耶 稍微調一下 一定沒有 這條拉著 這條拉著 不要亂噴喔 這樣就開始吸了 對 這樣就開始吸了 然後你要稍微 因為它這個比較硬 好純喔 稍微往上下 有沒有 稍微上下上下 我這邊都吃了 我這邊都會 哇 這個聲音 哇 哇 滿滿的 滿滿的 這樣是不是有在吸了 對 這樣就有在吸了 我剛剛看到管子裡面黑的 我也是 現在都是飽滿的 它很重耶 對 大便是有重量的 是我錯覺嗎 怎麼會有那種溫熱感 一種溫熱感 它是不是很深啊 對 花粉石很深 往下吸的感覺 對啊 花粉石基本上 這樣程度的超過一米 那通常 這樣子的水肥 到最後會去哪裡 水肥到最後 我們等一下 經由那個環保局裡面 要排放進去 他們有污水圖離場 不是就是說 像以前那樣 跳完水肥 然後去拿去填裡面賣是嗎 對 不行 現在不行 因為環保有問題 下面比較濃稠 拉起來 潘溪對不對 自己 對 這個東西 如果剛剛水管沒有接好的話 家裡面都是水肥 有發生過這種事嗎 水管沒有接好 有 又噴到冷盒子了 那怎麼辦 就賠錢 當然是要 親理啊 親理賠錢 流汗了 流汗了 你要控制好喔 不然要甩出來 照他們的臉 就好笑了 有嗎 有發生過這種事情嗎 有 這裡 要不要為了觀眾 示範一下 為了收視率 為了收視率 我想問一下喔 你們做這一行啊 薪資待遇怎麼樣 會不會很缺人啊 也是缺人 員工正常 我們基本上 如果你學徒的話 我們一天就是一千三 一天一樣上班時間就八點到嘛 然後下午五點下班這樣 偶爾需要加班 只是我們這個有時候就是 要碰到一些大便類的 比較髒啊 對比較髒 對 看大家能不能接受 但是如果像老闆這樣子 有做起來的話 就可以跟老闆有離開 老闆在那邊請問 你今年幾歲 今年二十四 比我們還要小 兩歲 對比我們小 老闆你有幾台跑車 一台而已 老闆都開跑車喔 而且那個跑車後面還在噴火喔 好 那我們現在來復原 帥力喔 不行喔 老闆你剛剛說你18歲開始就是做這一行 對 是什麼樣的契機會讓你選擇說 就是要來抽水肥 因為原本也是在工廠上班 突然有一天家裡有叫抽水肥 這個行業過來 啟發 對基於好奇心我就跟他們問了一下 然後他們就說 他們也是一樣每天都往外跑 嗯 然後上班時間不一定 像業務一樣 對像業務一樣 有時候可能很晚上班 坐到 也坐到很晚 他們都要遞名片啦 水肥是民間的嘛 不是公家的 所以 每一戶他們會可能用自己習慣的水肥 這間做得好 他就會一直介紹給各地的 自己花資金然後自己創業是嗎 對沒錯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想法跟勇氣 讓你說一定要當老闆 而不是從學徒做起 凡事都要聽看看 我覺得厲害的點是 他不怕辛苦 不會選擇輕鬆的做 做我們這一途就是要不怕髒 做這一行啊 你遇過最辛苦的是什麼 最辛苦的可能就是 你在大太陽下 然後你還要進到化分子裡面 進到裡面去 對 進到裡面去 穿新化妝下去清 哇 幹嘛嘴巴這樣逼不起來 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這樣子不怕苦 然後願意自己這樣子 出外打冰 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 老闆那你對我們 我們今天這樣子 幫你這樣子抽水肥 你給我們打幾分 從新手來講 幫你們打90分 真的嗎 對 通常是不是第一天 工作這件事情 應該是不會笑的吧 對正常是 大家看到大便的話 基本上都不會笑 剛剛他笑得很開心對不對 對他笑得很開心 我跟我拍照 OK 好啦謝謝老闆 謝謝 好啦我們今天體驗完了 一日抽水肥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其實 抽水肥這件事情 是需要技術的 他要看那個 抽起來的感覺 然後要這樣上下 然後要這樣上下 然後要這樣角度 對對對對對 就其實真的是 也非常辛苦啦 然後我們今天就直接 體驗到他的一小部分而已 對然後剛剛我們在洗手的時候 有發現 那就是老闆的手洗的時候 都是黑的 然後我們兩個洗都是白白的 這代表什麼 老闆他把最佳的地方 都拿去做而已 對 其實各行各業啊 沒有所謂的職業虧見 你肯做 認真去做 你一樣可以賺到小 而且賺的比我們還多很多 對啊 老闆他比我們少兩歲 但是你看他 他一年至少賺了一兩百萬 人生勝利組 兩台跑車 一家公司 然後 兩個小孩 然後漂亮的老婆 你真的肯學 肯做 行行都是狀元 對 不會 春不甕 大會 末 剛好 請 說 任督 他